今天可能想知道要来说的是 我的KRV真的更新电脑 影片开始前记得按下订阅按钮 那开始啰 首先有看前面的影片都知道 我熄火过蛮多次的 我也知道行车电脑版本 在去年有推出新的 后面的事情前面几支影片就知道了 可以复习 接下来在影片底下的观众留言 我去找了当时他推荐的机车航 详细的经过就听我这娓娓道来 11月2号下午满心冲过去 换机友顺便说明说要解决 洗火的问题更新电脑的事情 店家回复我说现在更新电脑要留车哦 不建议的话你车子留在这 明天再过来 或者是你明天早上放在这 那晚上就可以来签了 这时候我心里想 机车啦是不是给我软钉子 是不是给我软钉子啦 更新电脑为什么要这么久啊 今天还是非假日啊 好啊那我就奉陪到底 于是我就回答他说 明天中午之前我会来 隔天我就依照约定 把车子放在那边 把行照留给他 他说大概晚上六七点之后 就可以来取车了 到了晚上取车的时候 机车厅跟我说已经更换电脑了 注意哦 这里是重点 他说更换电脑 我听到 我真的吓到耶 我真的吓到耶 因为我一直以为是电脑更新软体 就好了 结果是更新电脑 我就问他说不是有释出新的认体吗 为什么不更新 济师回答我说啊 目前针对KRV车主洗火的问题 经检测确定后啊 一律是粗保换新的电脑 不走更新认体的流程了 他说目前光阳是这样子做啊 而且如果可以更新的话 我早就帮你更新啦 更新才花不到半小时 所以啊 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难怪要留车 因为要先检查批号 或者是测试看看你的车子的状况 再去跟原厂申请新电脑 整个弄起来是蛮费死的 其实啊 我取车的时候也是半信半疑 想说电脑是真的更新 还是真的有换 不过后来想一想说 他骗我这个也没意义 接着我看到油耗表现就知道说 应该是有更新或者有换 因为油耗变差就跟你当初千辛车一样 前面500公里的油耗会非常的不好 后面才回复到1公升33到35公里 接下来我要说说的是更新电脑后的感想 首先对于这种直接换新电脑的方案 我自己个人是给一半的赞许一半的保留 第一个是你直接换新代表你光阳有重视这问题 也让车主觉得说光阳有负责 第二点在经销商上面 就是你只要检测跟确定批号之后就直接换新的 不会造成说后续多余的麻烦 像是更新没跟好直接挂掉 对于经销商来说风险更是大 直接把你电脑换新的一定是没问题的 那缺点方面第一点 由于都是拿你的行照去粗暴申请换新的行车电脑 所以整体的作业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 你一般上班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去弄 如果机车行没有车子可以借你的话 等于是你要将近两天的时间没有车子用 这对车主来说真的是非常麻烦 第二点就是你要自己去跟车行反应才能走保固流程 如果你不去车行反应的话 那你永远不知道可以换电脑 因为光阳官方也没有公告 或者经销商那边也没有宣导 最后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的熄火问题 我目前骑大概2000公里吧 没有发生过熄火 但是我不知道说之后的3000或4000会不会有问题 但目前骑到现在是还没有问题就是了 至于低速抖动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只是没有像之前5000公里之后震的很夸张 这抖动比较偏向于传动那边吧 电脑能改升的幅度是相当的小 整体来说除了换电脑时间太长之外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接受的 好的今天的KRV更新电脑差不多说到这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啰 拜拜